VR4 Liquid 我们已经把它升级为VR5的Liquid 所以我们以前这个VR4是有三个成分 现在变成五个成分 这个VR5我们加了多两个成分 所以变成五个主要成分 第一个就是大家在现今非常需要的营养 就是Lutin Lutin中文叫做叶黄素 你们可以记下来 别人问你什么是Lutin Lutin是一种我们在抗氧化的五种颜色之中 它是属于青色黄色跟红色之间的一些抗氧化剂 然后为什么我说它是现今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呢 不管你是小孩子还是中年人跟老人家 每一个人现在都是进入5G时代 5G时代就是什么 大家都是看着手机过生活的 没有手机你是不能过生活的 所以手机最大的伤害在现场来讲就是我们的眼睛 对吗 然后很多人就对这个手机的狼光会开始老化的很快 尤其是中年人也是 就算是我是40岁 我也是这几几年 我的老化 特别的 越来越快增长那个度数 所以我非常需要这个Lutin 早上8点到4点半或是5点都是在网络上课的 有些是要 急的话也是晚上在网络上课 你可以想象他们对着电脑的那个 护射吗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 如果没有这些很好的营养 来让他的眼睛受到保护跟滋养的话 如果他这个势力慢慢减退 到了不到30岁40岁老化 然后可能五六十岁已经是进入这个半盲的状态 他的生命其实是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的公司的创办人跟总裁 他就加强了这个CR4 liquid变成CR5 最主要的这个成分是Lutin Lutin你可以看市场上如果有Lutin的产品 他们是卖的非常畅销的 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VR5产品 是可以推动你们的这个健康行业 不管是你是要主要让你的家人体验到健康的改善 或者是你要让你的事业一飞通天 你可以大量去推广除了VR4 capsule 就是这个VR5 相信我他可以带给你更好的一些顾客群 尤其是我们就是大量的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小孩子 因为小孩子现在他们没有打那个Vaccine 去放生那个Covid的放生 相信9月的时候学校会开放 又让他们回去学校 有些人可能不同意 但是没办法 他们还是要上课的 当一个小孩子从6岁 就是一年级吧 到15、16岁 他们的免疫能力还是这么强壮的情况之下 接触到学校大概100人到几千人的这个环境 你可以想象吗 8个小时在学校 而且是这么密集的一个学校环境 他们对于这个Covid的病毒感染 几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小孩子你知道吗 他们是喜欢戴口罩 不可能一个一天八小子戴口罩 那他们最好的防护就是他们的免疫能力 那这个Routine跟这个VR5里面的成分呢 可以很帮助小孩子的免疫能力 除了私利我刚才讲的就是免疫能力 我们可以用这个这样的一个护发点来 去建给你家里的孙子 你的邻居 你的孩子 你孩子的同学 你的孩子或者是孙子的家长 你跟他们讲这个 可以帮助到很多小孩子的健康 而且它是可以长期的 没有任何所有 尤其是Routine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健康的 你知道吗 我们大脑是属于油溶性的一种物质 所以Routine它是属于像维他力A这样的一个成分 carotenoid 猪肉活素的一种 所以它是可以油溶性的 油溶性融解在油 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大脑健康 在这个VR5里面我们还附加了多一个成分 就是三足火瓶的低取物 当然你们check它的那个势力的时候 我们在马来西亚在这个VR5的formulation 他们不给我们写这个三足火瓶的低取物 他们只允许我们写三足mangosteam 所以你们不用去怕的 这个是完全符合卫生局在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标准合理 但我们在培训会造实的跟你们讲我们里面 而且我们在这个VR5保留了三种 这个VR4里面的成分 就是黑酱体取物 一样就是每两包就是三粒的这个capsule 这个石榴呢 其实它是帮助老人家 可以就是通血管 它是可以帮助这个心脏病 跟这个很高胖氧化 而且石榴这种水果 它是很高的维他命C 对你也很好 而且可以补血的你知道吗 它可以我们的那个液酸是造血的 而且是帮助我们每一个细胞外层 可以有这个保护层 所以它对于一些成长的小孩子 他们的这个大脑成长 还有这个身体的成长 它细胞成长得更加完全 所以免疫能力越长 越加强壮 而且在我们COVID-19最怕的是什么 你有咳嗽或者是伤风 或者是味觉失去了 就是大概就是懂你已经是中了COVID 对吗 小孩子如果你不要他有这样子的生长 你最好给他喝这个肾蜂蜜 因为肾蜂蜜里面呢 它有一些天然的抗生素 如果我们生病 喉咙痛 医生会给我们吃什么 antibiotic对吗 antibiotic是抗生素 是抗细菌 抗细菌的 但是这个生蜂蜜里面呢 若哈尼它里面有天然的抗生 它不是药哦 它是完全在化粉里面有的一些成分 所以就是完全都是一些天然的营养成分 所以非常鼓励大家 马上去进购 因为我们已经有考证一个promotion 就是你们进购这个VR5 liquid 会有免费一盒的这个capsule VR4 capsule 所以你们等我们还有这个promotion 就去进购 你知道吗 因为我没有差了 听得到吗 那么附加的话 小孩子其实除了这个VR5 liquid 他怎样喝呢 他就是小孩子只喝一包就够了 所以接合这五种成分 这一盒里面大概是15包 你们不要嫌它贵 因为每一个成分都是有它的价值的 如果我们结合五个成分 你去外面买五个药碗 不同的这样子的成分 你去买一下 然后每天吃五种不同的药碗 是不是很贵 你要买五罐啊 五罐变成一盒的这个VR5 其实是非常便宜的 你们不要这样子去比较价钱 不能说这个capsule一罐 比这个一箱比这个便宜 不能这么说 因为你要看你吃的剂量 它的有效的剂量 它不需要喝多嘛 VR5你一天只需要一个sacet 或者是成年们的话 一天就两个sacet就够了 除非是当你们有一些 COVID的症状的时候 你们才需要加量 比如说你有COVID的症状 你就成年人是早上 两包 中午两包 晚上两包 小孩子就早上一包 中午两包 中午一包 晚上一包 就当你像四个小时一次 孕妇也可以喝这个VR5 所以以后不要问我孕妇 三个月啊 六个月啊 还是九个月 整个孕妇的过程 都可以喝VR5 因为小孩子可以喝的话 孕妇就可以喝 好吗 所以希望大家去 多了解这个VR5 liquid的好处 然后要真的预防胜移治疗 就是把这个这么好的产品 推广给 就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 或者是小孩子 但如果你是成人像我一样 要喝也没问题 但是它是可以开拓你们的市场 就是它是最好对于小孩子 跟老年人的一些营养 那你们可以试试看 在享用的过程中 如果有很好的这个产品体验的话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 video啊 或者是你们录音啊 分享给我知道一下这个VR5 有没有对你的眼睛视力啊 小孩子的这个学习能力啊 或者是他的免疫能力 尤其是皮肤敏感也可以吧 如果小孩子皮肤敏感 时常会有人问是什么 就是喝VR5跟vitamin这两个 对于皮肤敏感很好 然后 讲到这个老人家 他是对于我们的三高问题也很好 而且非常容易的喝 中风的人也可以喝 好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里